新春那谷好运往往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在这个阶段我们继续要请教一下 卢时珍在我们过年的时候 都会除旧不新 大扫除完了之后 在新春要迎接我们的新气象 焕然一新 那么在今年新春的时候 是不是要请师尊告诉大家 如何在家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之后 还必须要布置怎么样的一个磁场 才能够让我们的豪运赶快到来呢 一般的阳宅最重要是在柴枯位 柴枯位 柴枯位 那么今年是猪年 我告诉大家 一般来讲 像我们这里写的 是金珠 金珠 其实不一定是金珠 什么意思不是金珠 这个珠 这个我们讲的是中央是属土 就是属于黄色的珠 对吧 西方属金 金珠是属于真的是金珠 金珠 东方是属木 木就是绿色的珠 绿色 北方属水 是属于黑色的珠 黑珠 南方属火 是属于红色的珠 其实今年的财神是在南方 南方是红色的珠 所以像以前一样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时间是一样的 那时间是一样的 你在一样的这个初一初二 十五十六 也是早上清晨 差不多七点到九点的中间 是 七点到九点的中间 你走出来向南方 门口走出来 向南方 也是走八步 有很多人讲说 我门口出来 就是墙壁 如何走八步 你就沿地塔步 沿地塔步 塔八步 还是向南方 面向南方 这样子 走八步 你手上喇的是红色的蒲满 蒲满 红色的蒲满 也是猪的蒲满 是 记得是红色的蒲满 因为财神在南方 一定要红色的 你白色的 黑色的 绿色的 金色的都不行 黄色的也不行 你一定要有红色的猪八戒 红色的猪八戒 里面补满 放满了一半的钱 对着一半的零钱 那么对着南方 去求财神到我家 财神到我家 财神到我家 一直喊着 这样子转身走进你的那里 把这个红色的金珠 放在财库位的最上端 那家里的财库位就是难 也是难方买 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就要看 我们家的财库位在哪里 对 这个是能够忘财的小贝勃 小贝勃 大家要记住啊 有没有特别要放哪一个方位要插花啦 或是放盆栽啊 或是特别好 一般放盆栽的地方在财库位 财库位可以放盆栽 对 放盆栽也是很好的 财库位放盆栽怎么好 第一个你要放长青树 长青树 长青树 而且要放阔叶 不要放蒸叶 不要放尖要阔叶 要叶子 长青树的叶子要阔叶 那个才算向前嘛 你用放蒸叶叶树 那个不算钱 那个是小儿科嘛 对不对 所以放阔叶树的长青树 另外呢 再有这个晦气的地方 我们有像厕所 厕所旁边放盆栽也是很好 厕所旁边 对 放盆栽也是很好 它可以除掉一些晦气 一些晦气 那新年如果要插花或是放花的话 那个位置会放在哪一个位置会比较好 插花跟这个 漂亮的花 也是红色的要紧 因为红色的 因为柴绳是属于红色的 红色的花比较好 但是有人就说 蓝花又难发 那到底能不能家里放一些这些漂亮的蓝花 蓝花的话 你最好其中有一支是手伸出来的 其他都是蓝花 但其中有一支手伸出来的 手伸出来的 对 你把那个蓝花的 这个其中的一支把他叼成手伸出来的 这个叫做伸索要钱 要钱 钱就进来 钱就进来 是是是 在新春期间 大家都希望把家里布置的 漂漂亮亮亮 有喜气 同时能够招财 但是更多人有兴趣的是 如何能够改变跟创新自己的命运 很多人就会去他庙里面 买一些香带啦 或是护身符来做一个保佑 来趋吉辟邪 像是在台湾的雷藏市 每年都会发如是尊您所加持的开运红包 那像这样子一个开运的吉祥物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运用或是处理 会让我们的新年度有更好的运气 是这样子的 我始终常常这样子讲 是 人要有好的运气 必须要 他的这个 我们修行人是这样子讲的 他的周边 有这个好的神在守护着 有善神守护的 他这个运气他自然就会好 倒不需要什么东西 你这个人是一个善人 经常说好话 做好事 行善不失 没有失心 你自然你善光涌现 善神就会来造领 善神来造领的时候呢 无论你怎么样子 你都会 好像是说运气比别人特别的好 很多人都说什么本命年啊 或是要特别小心啊 要安太岁啊 所以是不是也要如何再 再拿着这个 故身福保平安 是不是也有更有 加倍的一个效果呢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 做好事说好话 有好神相助之外 像本命年的事情啊 就是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去请问大师 请问大师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可以结婚吗 是 这个大师就回答 你结婚都不怕 还怕什么本命年 哪一个比较厉害 结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然后你本命年 可能还有好几次 对 那么我们碰到这个本命年 自己运气不好 最重要的到台湾雷脏室 来安个胎税就解决了 你只要安胎税 本命年的事情 它就可以化解掉 不然你就点个光明灯 照亮自己 那么师尊所用的这个护牌 里面都是善神 护牌里面都是善神 那么这个善神在你身上 善光就会涌现 你所遇到的就是吉祥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好像有护身符啊 有护牌啊 就是你自己又是一个善人 忘都忘不止的 不管如何 我们行善不施 那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财印就会自然来 是 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这个说法 真的是一犹未尽 但是很抱歉 因为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马上要接近尾声了 那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现场的朋友 想要再多听听 是针对我们的一些 伺服跟开示的话 没关系 所以在明天大年初四 我们还有第二集的访谈 请大家记得同一时间准时收看 也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您